来人还有后散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换句话说 真的决心也想去 给阿弥陀佛不要讲客气了 客套都不要了 直接了当 就是这一句名号 那么还有对这个事件 还有留念还不想去 阿尚拿摩号 恭敬 礼敬 这个阿弥陀佛 那是对一般人讲的 真正决心要深净土 这客气话不必要 越简单越好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主是给我们做了典范 给我们做了母范 我们知道应当怎样修学 所以这一句名号的离题 就是真辱自信 也就是教家所讲的 十相妙性 第一下说 非清荒之本 长端方圆 非相非为 非粗非法 前面说的 是不在时空范围之内 这个地方所说的 是不在形象范围之内 清荒之波 是四相 是颜色 它不属于这些 长端方圆 是形象 形状的 相望 相未粗法 这是六成 这十相都不是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对象 六根所接触的对象 六成的相分 温言经上 想得好 如来葬 妙 妙觉明心 等妙圆心 非心非空 非四大 非六成 非六根 非六成 非四地 非十二因缘 非六度 那只如来古上的四德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是这些一切万思万发的本体 这些东西全是 这个新性变现出来的 所以逆之了不可得 而不可 以其无 你要找 找不到 勒言经 一开端 其处真心 莫难可以说是 非常聪明啊 我们比不上他 我们比不上他 佛问他 心在哪里 他心 说心在内 被佛否定了 他就想到 那心应该在外 外也不成立 在当中 他能够想去个地方 我们想不出来啊 这就是比我们聪明啊 其处都被佛否定了 这国难才没有法子 才投降了 那一段经文很有味道啊 这就是说说 迷之了不可得 你找不到 到底在哪里呢 我无所不在 我无所不在 你就不能说一处 一处不能成立 我无所不在 因为他没有形象 不是色相 没有形象 所以你找不到啊 非法了 法相 你想也想不到啊 我这个眼耳鼻舌身 接触不 我心里会想啊 他又不是法相 心想也没有 想也想不到